《市民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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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Darwin 我和我太太ChanTel 是Hong Ba 和Debi媽的門徒 我和我太太ChanTel 我們是PastorDebi 前年我太太在新加坡 就懷孕 我妻子在新加坡 2年後 在第三個月要檢查的時候 主診醫生跟我們說 我們嬰兒患了一件事 叫ASA 所以我們在檢查 醫生跟我們說 我的嬰兒患了一個症狀 叫ASA 醫生跟我們說 我們要立刻要見專科 還要立刻去預約 我們要預約 職業職業職業 我們當時很害怕 我們很害怕 我們立刻去預約了一件醫生 所以我們要立刻要 醫生職業職業職業 當我們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要很平靜的說話去解釋 ASA等於 嬰兒的心臟多了一條大動物 所以醫生很輕鬆地 解釋我們 ASA是一個病毒 在嬰兒的心臟有更多的症狀 這條大動物圍繞著牠的食道 經過的 這條大動物圍繞著牠的胸部 我們聽到之後 我們就覺得 這好像沒有大不了 我們聽到這條大動物圍繞著牠的心臟 這條大動物圍繞著牠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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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互相對望問醫生 那大了嬰兒是否要用一條飲館去飲食呢 所以我們變得很擔心 然後我們看見其他人 然後我們問他們 這意味著 這意味著牠的心臟會很困難 牠的心臟會很困難 然後醫生亦在臨走前再提一提 我們就說 牠的心臟會患上 同時綜合症的機會亦會提升 然後醫生也提醒我們 那些醫生可能會有大機會 牠的心臟會有症狀 那時候我們兩人聽到 就很難過很傷心 當我們聽到消息 我們都很生氣 我們都很憤怒 我們亦覺得很無助 第一時間就通知我們的組長 我們覺得很無助 所以我們告訴我們的組長 組長馬上打電話來 就在這裡安慰我、鼓勵我們 他們直接叫我們回到 他們會安慰我們、鼓勵我們 然後我們約過去加官 共同為嬰兒祷告 我們跟我們的家人在祖 famil 教祖 created an amen 我們為牠的健康飲品祈告 我們要求嬰兒的健康 然後現在嬰兒健康 牠的飲食uyoresHome 那中胰口更多 對於喝奶 而且牠能量 늘在乳酒 Balance 很感謝神在一年至一年半 直到嬰兒長大了 不停地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真的很感謝神 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我們非常感謝神 為我們聽我們的禱告 在我未成為爸爸前 我個人除了工作外 我其實是一個 不會親自樂手樂圍的人 所以我以前變成父親 我只關注我的工作 我不是完全是一個手機人 我很多時候會等別人做 我就會很開心 我會坐著 我會很開心 別人會整理事情 成為父親後 我看到這個嬰兒 我自然會很想要照顧他 但我後來變成父親 我看著這個嬰兒 我真的想要給她一手 另外,我的太太 其實她的脊椎是有一點彎 有一點S型的 我妻子Chantelle 她的膝蓋是側腿 所以她在抬著嬰兒的時間 其實很辛苦 所以當她懷孕時 其實是很困難的 當嬰兒越來越大時 很多時候我太太做了甚麼動作 嬰兒就會壓到她的脊椎 的神經線 所以當嬰兒在肌肉 會壓制她的膝蓋 而且很痛苦 在那段期間 我看到做媽媽比爸爸更加辛苦 我看著她 我知道 其實是很困難 成為母親 甚至更困難成為父親 當嬰兒生時 我太太也在一個代產房 等了12個小時 才可以進入產房去生 Chantelle在工作室 之前她生了十分鐘 生完之後 也做了一個小的手術 然後她生了一刻 她已經經歷了一個小小的手術 晚上就要繼續去餵人奶 然後在晚上 她要餵嬰兒 我當嬰兒長大了之後 開始嫁了人奶 然後嬰兒長大了 後來嬰兒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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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決定 我要負責夜間餵嬰兒喝奶 我決定要去夜間 然後看嬰兒去餵她 讓我太太多機會休息 還有可以去康復 我希望在做這樣 我可以讓Chantelle休息 然後她可以回復 我亦都在趁著現在疫情的當中 我可以在家裡工作 在疫情時期間 所以我可以從家工作 所以我在日常工作時 要出來見嬰兒 我在晚上時也會去餵嬰兒喝奶 所以在日常工作時 在晚上我可以在家工作時 我可以只要照顧嬰兒 然後到嬰兒長大了時 我發現她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亦都跟我有互動時 我感到很安慰 現在她變得更大 然後她能夠認識我的聲音 我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發覺我這麼辛苦 在晚上照顧她 我知道所有的努力 在晚上看著她 你真是有回報 是非常優雅 亦都讓我在靈裡很大的反思 就是天父爸爸都對我很好 也給我一個很好的靈性的反思 我的天父父對我非常好 當我看到我的女兒是她回應我時 我會自動感覺 我會自動回應我天父爸爸 當我看到我的女兒回應我 我會讓我對她的聲音更加敏銳 我會讓我更能聽到她的聲音 我會讓她更加強烈 對於Darwin的改變 其實我有兩點想補充 第一點就是在功能上 就是在功能上 剛才我提到 其實很多人都會幫她做很多事 所以我只是想說 Darwin對於Darwin 他有很大的改變 我想要注意到 兩種改變 第一是他在功能上 他真的改變了他的職業 剛才提到 他比較多人幫他做事 他喜歡別人服侍他 服務他 因為他很幸福 所以他非常榮幸 他受到很多人 他喜歡人們幫助他 但也導致 很多人以為 是一些很基本的生存知識 其實他也沒有 但跟那種很少的生存知識 我並不覺得他真的有 當時他很後期 認識他的時候 有一次他買了洗澡液 回家 就是那種 折出來的那種 是他第一次去買的 所以我記得 我們在一起 有一個時候 他買了一瓶沙瓦 它有一個瓶 然後他回家 他拿出來 他說不行了 我們要退回超級市場 所以他把他拿回家 然後他說 我們必須要退回 我問他為什麼 我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 按不到 他就說 我不能按下去 我當時才發現 原來他不知道 按出來的那種 是要拿出來 然後會彈上去的 然後我發現 他沒有意識到 他必須要移動 所以它會出現 對 然後我便知道 原來這對普通生存知識 都有點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發現 他真的有 最低的生存知 那我便很感恩 因為現在變成 他是一個懂得洗奶瓶 懂得換料片 懂得買奶粉 買料片 幫嬰兒洗澡 洗奶 但現在他都已經改變了 他知道 你會改變嬰兒瓶 洗衣服 做所有類型的工作 對 他非常懂得照顧別人的爸爸 他真的懂得照顧別人 所以他覺得有很大的改變 我覺得他有很大的改變 第二點 就是情感上 情感上的改變 情感上也有改變 由我懷孕到生產 到生產後 其實我這裡的情緒 也有很大的起伏 所以從我懷孕 到我生產後 我的感情 都會通過滾滾 但他會一直跟我一起走 這一段時間接我的情緒 一直為我按摩 一直聽我伸 所以Darwin 他完全跟著我 他接受了我的感情 他幫助我 去洗澡 他真的在我身上 他真的成為了我一個穩定器 他真的像一個感情的平衡者 讓我覺得 我不是對空氣去說話 所以我知道 我有一個人要討論 也對我生產後 恢復的過程 有很大的幫助 他真的幫助我的身體 回復 他也讓我感受到 他知道我辛苦 他知道我的痛點在哪裏 他幫助我 他完全明白我的狀態 他知道我的痛苦 所以很感謝611 也很感謝牧師師母 因為在611 這個生命樹的DNA 讓很多男士 都知道對老婆好 我真的感謝611教育 因為611的DNA 幫助所有男士 知道他們要處理妻子 好 接老婆感受 是一些自動波 自動自覺的行動 然後他們可以接受 妻子的感覺 是一些隱藏性的 所以在這個父親節裡 我們都想將一切 榮耀仲賺 都歸給我們天賺 噢,在 Ultra話後 我們只想將祖母祖父親祖父 tell 獵致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